一開始生命的出現已經不容易了 那柯瑞加就很好奇 那這一種核裡面還有一個 就是圈中還有圈 有細胞膜裡面竟然還有核膜 然後把遺傳物質灌在裡面 這種細胞是怎麼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它裡面又有很多的膜狀包氣 因為從原核到正核不是只有細胞的核命 原核不是除了細胞膜以外 沒有其他膜狀構造嗎 正核不是一大堆膜狀構造嗎 那更別說還有那個雙層膜的構造 所以科學家一開始就有兩個講說 第一個就是膜折疊 就是它的膜往內凹陷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就收口了 就變成膜在細胞裡 那但是呢特別要用來解釋 葉綠體跟立腺體這種雙層膜狀 特別是半自體包氣 那最好的方法也就是內共生講說 話說他們曾經都是自由自在生活的細菌 不知道為什麼跑到大細胞裡面 那當然說真的嗎 你有沒有證據啊 有很多證據 因為我們發現 立腺體跟葉綠體 某程度而言 他們還蠻像細菌的 他們還蠻像細菌 因為發現他們體內的一些核糖率裡面 特殊的分析結果 發現他們跟細菌是比較類似的 而且大家也記不記得 葉綠體跟立腺體 他們是半自體包氣 他們有自己的DMA 可以合成部分自身所需的蛋白質 對不對 所以呢 那接下來的話 沒想到有個東西跑進來 什麼東西跑進來 也就是原本型有氧呼吸的細菌 那你也可以想像是他要跑進來 還是我們老服裝把他吞進來 不知道是我們吞他還是他想進來 結果呢 如果是我們吞他 我們也沒順利把他消耗掉 如果是他想進來 他也沒有順利把我們招死 結果沒想到就像他武器 他就被招想那盤 他就變成微笑一匹大將 專門幫我們呼吸作用 後來的話呢 這個時間繼續往前推 沒想到有一群細胞 就慢慢的演變下來 就變成了真菌啊 變成了我們動物 那另外一群的話呢 他又吞了別的 或者他又被別的細菌跑進來 這次跑進來的是什麼 是吸引這個光滾作用的細菌 對不對就跑進去了 所以呢 演變成現在就有了藻類 後來出現了齒悟 那當然 那個遠古的那一個 細胞類型 他可能還是一個很不錯的形態 所以他經過幾億年到現在 還是圓和細胞的情況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以前 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細菌他可能幾億年 結果就正於完了 不像我們一路上跌跌撞撞 地路來的旅行 對不對 然後才變成我們這種 還蠻特殊的 不是不一樣 不是 чувак 很好 只是點心